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到来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通过视频连线看望慰问基层干部群众 向全国各族人民致以新春的美好祝福 祝各族人民身体健康、合家幸福、事业进步、兔年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蔡奇、丁薛强陪同看望慰问 临近春节 神州大帝复处洋豫着节日的喜庆祝福 1月18号上午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 同黑龙江、福建、新疆、河南、北京、四川等地基层干部 群众视频连线 看望慰问防疫一线的医务人员 福利院的老年朋友 能源保工企业的员工 高铁站的干部职工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商户和群众 乡村基层的干部群众 给大家送去党中央的关心和慰问 习近平十分关心新冠疫情防控和患者救治工作 他首先同黑龙江省哈尔滨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视频连线 同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亲切交流 详细询问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 发热门诊接诊 重症救治 药品配备和患者康复等情况 当医院院长说 急症重症患者数正在下降 病房床位充足 药品准备充分时 习近平很欣慰 接着 习近平同一名住院的老年患者亲切交流 老人家 你现在感觉自己身体怎么样 谢谢总书记 我现在身体非常好 当时病情很重 通过医生和大夫对我救治 恢复得特别快 身体特别舒畅 最近几天我也要出院回家过年了 希望你保持乐观心态 早日地恢复健康 回家欢欢喜喜地过春节 再次谢谢总书记 谢谢总书记 习近平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广大医务工作者 致以新春的祝福 习近平说 这一波的疫情爆发得很猛 来得很快 广大的医务工作者 一直在防护疫情和日常治疗的两线作战 长时间高强度 超负荷的工作 为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你们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大家辛苦了 习近平强调 近三年来 我们对新冠疫情严格实行 以泪假管 是正确的选择 经受住了多轮病毒变异的冲击 最大限度降低了重症率和病亡率 有力保护了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也为优化疫情防控措施 实施以泪以管赢得了宝贵时间 现在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依然处在吃劲的时候 但曙光就在前头 坚持就是胜利 目前防控重心已经从防感染 转移到医疗救治上来 重点是保健康防重症 医院承担的任务更为繁重 要进一步扩充医疗资源 增加医疗服务供给 增加药品配备 特别要做好重症救治的应对准备 保障正常医疗秩序 要加强医护人员自身的防护 和关心关爱 确保你们的身体健康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坚持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切实做好重点机构 重点单位 重点人群的防控 统筹各种医疗资源 保障好群众的就医用药需求 补齐农村地区 疫情防控的短板 视频连线镜头 切换到福建省福州市社会福利院 总书记好 大家好 总书记好 新春快乐 各位老年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和大家见面 首先给大家拜年 他仔细询问 福利院生活和医疗条件 疫情防控和老年人疫苗接种情况 我看你们那里啊 有几个字 有福之州 幸福老人 老人们呢 在这里生活 大家觉得 日子过得好不好啊 好 好 我们老人在这边生活过得很好 并同在院老人聊起身体状况 日常生活 祝福他们保重身体 当得知这里 火食品种 火食品种丰富 药品储备充足 对有基础病的老人加强了日常健康监测 节前备足了年货 习近平 习近平十分高兴 一定要让老人们呢 有个幸福的晚年 能够开开心心 过好生活 习近平强调 当前 病毒仍在不断变异 这一波疫情 虽然毒性有所减轻 但传播更快 传染性更强 对老年人风险很大 我特别关心关注老年朋友 老年人 是当前疫情防控的重中之重 对养老院 福利院等机构 人员防护和健康管理的措施 要严于其他场所 严防发生聚集性疫情 养老院 福利院等 要加强与医疗机构的配合 推进疫苗接种 完善防控和救治机制 确保重症患者 及时得到救治 尊老爱老 这个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的传统和美德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 很重要的是要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 习近平指出 要大力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 发展公办养老机构和普惠型养老服务 特别要强化对特困 低保 高龄 失能老年人的兜底保障 要适当组织开展文体活动 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 让老年朋友过一个欢乐 健康 祥和的春节 老人们拿出亲手制作的简纸 福字 向总书记献上真诚的祝福 新年好 新年好 谢谢 新年好 新春快乐 新年好 新年好 位于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中石油塔里木油田 是我国陆上第三大油气田 也是我国西汽东书的主力气源地 为南疆和下游沿线 15个省区市民生用气提供保障 习近平同塔里木油田公司 伦南油气处运中心 西汽东书第一站 克拉集气区连线 春节期间的话 大家还能够轮休一下吗 报告总书记 我们中心现在有员工429名 主要负责输油 输器 管道三项业务 其中149人已轮休回家过年 目前在港员工280名 你们在外面这样过年 年货都能准备好吧 报告总书记 我们的年货已经准备好了 油田为我们准备了 丰盛的菜品 我们自己也准备了丰富的文娱活动 我们准备一起包饺子 大家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工作 在挑战生命禁区 任劳任怨 默默默付出 为我国的油气勘探开发 西气东书 做出了重要贡献 功不可没 我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问候 和衷心的感谢 习近平 习近平问得仔细 现场员工一一作答 总书记叮嘱他们 站好岗 攻好气 保障人民群众 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春节 习近平强调 能源安全 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是最重要的安全之一 当前我国正处于冬季用能高峰期 各地区各部门 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全国一盘棋 精心组织调度 全力做好煤电油气 保供稳价工作 做好应对极端寒潮天气的准备 守住民生用能底线 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中央企业是能源保供的 顶梁柱 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多挫并举 全力增产保供 确保经济社会发展 用能需求 郑州东站 是我国最大的高铁站之一 今年春运期间 预计旅客发送量337万人 习近平通过视频连线 看望慰问铁路客运干部职工 在东站一站台 郑州东站站长 汇报车站春运总体情况 车站现在每天的客流量是多少 我们每天出发和到达的旅客 都达到了12万人以上 我们火车站的人气又回来了 我们都很高兴 你们的防疫措施落实了怎么样呢 我们严格做好自身防护 同时呢 我们也会骑行好广大旅客朋友 戴好口罩 做好防护 治安呢 也很重要 你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我们加大了警惕投入 严密了安全措施 请总书记放心 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 有能力 保障每名旅客 平安出行 铁路系统啊 承担着春运最繁重的任务 希望你们精心组织调度 严守安全底线 确保广大的旅客安全出行 月台上的旅客 看见总书记 争相赶到镜头前 向总书记问好 你们好啊 四面八方啊 董书记好 董书记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你们这个是回家过年呢 还是外出旅游呢 回家过年 回去看看父母 好好 一定要注意旅途安全 祝你们旅途愉快 谢谢总书记 习近平指出 春运是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关系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件大事 今年春运是疫情防控 进入新阶段后的第一个春运 客流量大幅回升 交通运输部门 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要求 提升保通保畅能力 确保人民群众平安健康出行 确保重点物资运输畅通有序 要坚持底线思维 加强对极端恶劣天气的监测和预警 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 要加强对出行相对集中的 物工流、学生流的服务引导 确保他们节前安全返乡 节后顺利返港返校 要严格落实各项防控规定 最大限度降低交叉感染几率 保障旅客身体健康 长期以来 交通运输系统的干部职工 埋头苦干 担当奉献 功不可没 也祝愿广大的旅客 旅途顺利 平安回家 开心过年 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是北京市重要的菜篮子、果盘子 习近平通过视频亲切看望慰问 批发市场留守的商户和采购年货的群众 在蔬菜医区露天交易区 商户和现场的群众热烈鼓掌 向总书记问好 你们这几天啊 市场上的情况怎么样啊 总书记市场交易情况特别平稳 我每天的蔬菜交易量在2万多以上 去年到现在这个商户 这个买卖怎么样啊 你们在这里经营的 总书记好 我在新发地市场经营蜜瓜生意 我把好的技术、好的品种带到兰考 发展蜜瓜产业 从当初的一千多亩发展到三万多亩 兰考蜜瓜让兰考的百姓富裕了 也让首都市民有了口服 得知菜价保持平稳 种类充足齐全 习近平十分欣慰 他指出 民以食为天 菜篮子、米袋子、果盘子 事关千家万户 是最基本的民生 过年过节 安全不能忘 批发市场既要在拓展货源 丰富品种保证质量上下功夫 也要在加强食品检测和市场管理上下功夫 让首都市民吃得放心 吃得舒心 接假日期间很多同志还要坚守岗位 这个是在保障首都市民的餐桌 你们做出了大贡献 大家辛苦了 我向大家表示慰问和感谢 习近平强调 农贸市场人流物流密集 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场所 要适度调控人流物流 加强疫情监测检测 搞好市场环境卫生 尽最大努力降低疫情风险 习近平强调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好米袋子省长负责制 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加强粮油肉蛋奶果蔬菌等重要民生商品的产销保供 畅通物流配送 丰富节日市场供应 确保数量充足 品种丰富 质量放心 价格稳定 让人民群众开开心心 安安心心 过大年 四川省绵阳市 北川羌足自治县十宇村 是汶川地震灾后重建村 如今已成为全国文明村 这里山清水秀云雾缭绕 被誉为云朵上的山寨 琵琶 台子茶等特色农产品发展很好 文化活动蓬勃开展 乡村旅游很旺 各族群众和谐相处 一片欣欣向人的景象 大屏幕上 身着传统民族服装的 羌族群众聚集在一起 在歌在舞 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总书记好 总书记辛苦了 新年好 总书记新年好 新年好 总书记辛苦了 给总书记汇报一下 我们十一村 今天收入非常好 我们主要以乡村旅游 我们今年游客量达到20多万 我们全村的人均收入 达到了4万以上 4万多收入不错了 春节村里的游客多不多 现在还可以 总书记新年好 新年好 我是从成都过来旅游的 这次来非常开心 大家都好热情啊 这里的腊肉也非常非常好吃 祝你们在这里玩得开心啊 你们这个十一村啊 是汶川地震灾后的重建村 如今已经成为了 全国的文明村啊 这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啊 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啊 要把这个特色农产品发展好 也要把旅游发展好 你们是有了一个样子 还应该搞得更好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白尺干头更进一步 在这个乡村振兴中啊 取得更大的成绩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建设农业强国 必须把乡村振兴抓好 农业强起来 农民富起来 农村美起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啊 我们才能名副其实 习近平强调 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 我最担心的是农村和广大农民朋友 农村医疗条件相对薄弱 防控难度大任务重 要坚持像脱贫攻坚那样 五级书记抓农村防控 现乡村三级尤其要承担其属地责任 强化返乡务工人员和大中专学生防疫服务 加强农村老幼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医疗保障 最大程度维护好农民群众身体健康 和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确保群众平安过年 谢谢总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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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在各地基层干部群众热烈的感声和欢呼声中 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 刚才我同我们全国的几个地方的基层干部群众 分别进行了视频通话 有医院 养老院 油田 高铁站 还有农贸批发市场和乡村 在全国人民啊 喜迎新春的美好时刻 跟大家面对面交流啊 我感到十分高兴 每逢佳节被私亲啊 新春佳节 我更牵挂基层的干部群众 往年这个时候 我都要到基层去走一走 同大家拉拉家常啊 看看大家还有哪些困难 听听大家新年有哪些打算 分享大家迎接新春的喜悦 今年啊 我就采取这个视频连线的方式 看的地方更多 东南西北中都有 虽然隔着屏幕 但我依然能感受到 全国各地浓浓的年味 感受到大家的幸福和喜悦 我的心同大家 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心 始终是连在一起的 在此我代表党中央 向大家表示诚挚的问候 想扔在工作岗位上的 辛勤劳动的同志们 表示亲切的慰问 除夕和春节 这是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啊 是万家团圆 辞旧迎新的喜庆日子 我最大的心愿 就是大家都能欢欢喜喜 过好年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保障 节日期间 供电 供气 供暖 抓好菜篮子 米袋子 裹盘子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特别是要落实好 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举措 防范各种突发事件和安全事故 确保全国各族人民 过一个欢乐喜庆 安定祥和的春节 过去的一年很不平凡也很不容易 我们一起努力 战胜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各条战线都取得了新的成绩 大家都做出了贡献 每个人都了不起 新的一年 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希望大家坚定信心 抖擞精神 齐心协力加油干 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作为 更大的收获 农历 鬼猫年 是兔年 玉兔寓意着美好 在这里 我代表党中央 向全国各族人民 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拜年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事业进步 兔年吉祥 祝愿伟大祖国 繁荣昌盛 国泰民安 谢谢大家 合家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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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